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我并不在乎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阴真经 我拿走了 师妹 真经 我拿到了 师兄 等完成师父的愿望 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师妹 你 师兄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利用你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和我 和你在一起 是红衣心里最欢喜的时候 教主有令 请圣女得手后 立刻回圣宫赴命 知道了 你们护送送你回宫 其余人 随我下山搜查 不必打赏 不必大非周章 他被我刺破丹田 就算不死 也形同废人 你们都随我回宫 你们都随我回宫 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本姑娘正是你的救命恩人 说吧 你要怎么报答本姑娘的救命之恩 多谢姑娘相救 一句多谢可不行 以后 你就一辈子给我的商队做牛做马 哎 你现在是我商队的人了 叫声掌柜姐姐来听听 嗨 他救了我的性命 不和他计较 喂 你先告诉本掌柜 你姓甚名谁 家住何处 咱们先把这契约定了 以后 省得你赖账 王爷 这蒙古不过是部罗野人 何须王爷亲自出使 铁木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此次出使 正是为了分裂蒙古 报告王爷 前方发现有些人 一支汉人商队 一支商队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 我们的行踪不能暴露 别放过他们 现在就是你们两个了 看你们还往哪里逃 我们只是普通跑商的 各位经过的大老爷 行行好 放了我们 坐手 谁让你们在草原上胡作非为的 我们王爷在此捉拿奸细 请你们不要多管些事 他们是和我们通商的商队 根本就不是什么奸细 要抓 会你们经过去抓 这里可是草原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这片草原的主人 成吉思寒的女儿 我叫华真 王爷 我们怎么办 既然碰到某某人 就不必在横生之前 帮他们走 华真姐姐 回关了 回关了 你们的商要紧 还是先和我的大帐疗伤吧 我和他 我和他 你快过来 那些黑鸟 在欺负牙上的白鸟 好 我来 射得好 哼 哼 射得好 哭尽哥哥好厉害 那些大黑鸟全跑了 王爷 王爷 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射雕英雄 射雕英雄 果然英雄出少年 小兄弟贵姓 看你似乎不是蒙古人 我叫郭靖 我是汉人 这小子说他姓郭 看他眉眼分明是铁牛村姓郭内汉子的遗种 我需得斩草除根才行 哈哈 大喊 你手下的这射雕小英雄 可真是让人喜欢 正好 我手下有几位武士 平时自傲得很 不如 让他们鄙视一下 也让他们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好啊 蒙古勇士 都是天上的雄鹰 从来不去地上孤狼的挑战 怎么办啊 郭靖哥哥已经被打中了好几次 华真姑娘 我有伤在身 不便出手 不过 你有些武学底子 我指点你几招 你去助郭靖兄弟一把 那你快些说啊 我最后就就要拖拗 我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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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华正妹子 你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自然是有高人指点哦 我实在太笨了 六个师父教我 我都学不好 要不 研发指点你一下 说不定 哪有你的笨脑袋开窍呢 可以吗 当然不行 来里不明的家伙 指不定是什么邪魔外道呢 金儿 你想背叛师门吗 金儿不敢 大师父 金儿不敢 那还不快走 跟我们回去练武 亲能捕捉 懂不懂 古锦哥哥真可怜 要是 我也学武功 不就可以帮到他了吗 师父 你别这样看我 我可不当你师父 两位恩人面前 你能说不 他都可以 老子 数年 都大 一位 垃圾 幸好 是 郭敬安的 进来可好 百步穿扬 金刀刀法 不好了 华春师傅 郭敬兄弟 你和我年纪相当 评辈论交就好了 好的 你快救救华春妹子吧 她被梅超风抓住了 梅超风 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超风是个大魔头 用活人的头骨修炼邪功 你的伤还没好呢 能动得了手吗 顾不了那么多 先救人又紧 破坏了 破坏了 你 全真妻子 你们到草原上来 是为了对付我梅超风吗 我们只是来草原 拜访故人 恰逢其会吧 梅超风 你试试桃花岛 先是与桃花岛主交情不铁 还请不又继续为恶 拜会岛主名胜 我一介叛徒 早已没有回头之路了 若想救我手下之人 须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三花俱顶 武器朝圆 对你们全真教 当作何妙节 那句是想破名 梅超风手里有人质啊 我怕时间久了 他会侍奉我们 到时就危险了 不知静啊 回去寻到帮手了没有 那人不过是无名之辈 听了梅超风的名头 怕是吓得不敢来了 三八段里还我 生经薄 结也在心间 人已论难断 啊 经历功 有品牌鼓掌 我让死了 玄虚刀法 玄虚刀法 玄虚万毒手 师傅 梅超风 他逃了 哼 果然是心术不正之辈 竟然放走了那恶徒 可兄 你错怪这位小兄弟了 他只是强撑着气势 逼退了梅超风而已 此刻也是强弩之末 昏过去了 好吧 算我错怪他了 可惜了这个机会 这位小兄弟 我真的有说 过来 假如主 那是 D 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英雄醒啦 小蝶妹子 你怎么阴阳怪气起来了 师父昏迷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不准说出来 这个家伙 可是我家商队东山再起的关键 自然要关照一点 不过 这个家伙越来越自以为是了 看来 我得加紧管教才行 我昏迷多久了 这准时间 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 没有事 就是郭靖哥哥他 跟他师父们回中原去了 中原 我也要去一趟中原 你终于肯跟我回去 重建商队了吗 那也让我一起去吧 路上也有个照应 现在可以加速战斗了 快试试吧 新手人突 狐沙掌 公子武功高强 是你赢了 请叫尊姓大名 不必说了吧 我赶着回家呢 你既上了小女 我有言带先 自然将女儿许配给你 重申大事 岂能马虎 我们在前脚上玩玩 倒也有趣 招亲嘛 可多谢了 你 你这 既然公子无意 请把小女鞋子还来 这是她甘愿送我的 与你何干 招亲是不必了 抬头却不能不要 喂 你这样干不对啊 既然入场比武 你该当 娶了这位姑娘才是 关你屁事 你这浑小子 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那么 你将鞋子还给 这个姑娘 你既不肯娶她 就将鞋子还了人家 你这臭小子 活得不耐烦了吧 有种的过来 跟公子爷较量较量 你这臭小子 师傅 我回来了 辛苦了 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前方不远 便是金国的大都 不过这里都是北人 不清楚桃花岛在什么地方 那你郭静哥哥的消息呢 有没有打听到啊 小蝶妹子 又拿姐姐开玩笑 他们前几日也到过这里 应该离我们不远 华珍姐姐 你的小脸为啥红了呢 别说话 前面有人在打斗 白驼山庄办事 就要多管些事 一听你侧疑人的下作品 不实好歹 让你和我们的姐妹一起自我少主 在下的局 金兜兜兜兜兜 白兜月盈 打走方法 白兜月盈 姑娘 我听姑娘的口音似乎来 桃花岛 桃花岛是吧 听说过 怎么会没听说呢 四绝黄药师的地盘嘛 你们 是要去桃花岛拜师 听说 他已经很久都不收图了 那倒不是 只是找黄老前辈 借阅一部经书 借东西啊 哎呀 我听说 黄药师很扣门的 我看 你们多半要白跑一趟 呃 姑娘 只用告诉我们地方 别错了方向就好 那地方太过偏僻 还要出海 要不 就让本姑娘 为你们带路吧 省得你们迷了路 为了事不说 说不定还有危险 我们去招募更多的侠客 提升队伍的战斗力吧 球馆是江湖侠客聚集的地方 我们去一趟 点击这里 提起核目 梨头笋啊 名叫东村张牧 加一斤半铁 哪一趟 现在让我们去学习 怎样 点击这里 选中一位侠客 点击这里 梨头笋啊 名叫东村张牧 加一斤半铁 五次技能 点击这里 先击侠客等级 让我们继续闯荡江湖吧 哎呀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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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o 那么我们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